另外 新谷国小利用暑假开办多项的活动 除了日前介绍过的棒球营 运动以及科学营之外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则是开办了艺术营 在校内专业的美术老师带领之下 小朋友动手完成了许多作品 新谷国小利用暑假开办各式各样的营队 无论小朋友是对科学 棒球 还是艺术有兴趣 都能自由选择 加上学校刻意把时间错开 也让孩子能通通参与 让孩子除了平常的课业学习之外 艺文是可以让他们陶冶心灵 然后享受生活的美感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所以我们运用这个暑期的时间 来给孩子做艺文方面的一个生耕 所以办理这样的一个娱乐营 利用时下相当流行的石头粘土 小朋友正在动手进行既能当装饰品 又能种植栽的创作 直到老师精心安排五天的课程 孩子们陆续完成了许多作品 就是用石头粘土做出一个复活岛石像的一个花盆 然后花盆里面要种的是多漏植物 就是觉得可以认识更多种其他不同可以做作品的材料 暑期艺术营的课程内容多为艺术创作加石作 包括日前才完成的小板凳 就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椅子 然后在彩绘上喜欢的图案 既有实用价值又独特 记者方健康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